《中文字幕》 好 今天要访的是 骏鸣明 我的朋友 对 他是独立制片人 是电影制作人 我不幸会这样子跟他变朋友的 他跟友谊一样 融获世界十大结出青年 你刚才吃字了 再来一次 好 一起 融获世界十大结出青年 我们在这几年了 两年前 我还可以参加的时候 你是跟他同时拿融获的受认识的 对 可是因为那个融获那天很长 所以我们大家就讲话讲话讲话 讲了一天下来去变朋友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保持联络 他就是说他以前也患过忧郁症 然后后来他就通过拍短片 以忧郁症为主题 来唤醒一般公众对忧郁症的认识 然后还有针对很多那种霸凌的问题 所以他的短片 都是关注于这些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 对不对 对 他很厉害 他会自编自导自演 他拍的时候他还没有读书 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全部自学的 但是他是后来才见到Lacelle的 很幸福 他现在还是学生 也不错 所以你们好好聊 结束青年 访结束青年 对 他也拿过 他也是结束青年 可是他拿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他已经忘记了 2013年 2013年 13年 他比较久一点 我老了 所以你来问 好 来 3 2 1 2 长大 长大 我会拍摄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用我的过程的经历 告诉人家 我来讲 被霸凌的受害者 不只是单单有优异症 或者自杀 他们可能会变成霸凌者 所以你觉得你就用拍摄来 当这是一个你的表达的表现 这样子 你表达的方式 所以就把这些问题给拍出来 对 因为我觉得 电影不只是娱乐方面而已 它是一个能够通过影片 传达正能量的信息给社会 我就觉得 我不可以忘记我自己的根 就是 我为什么要拍戏 就是因为我要传达社会 信心 然后我不可以因为 为了要钱还是什么 我去拍别的东西 我有一点崇拜 Royston 版 我看到他的短片叫 15 对 那个 15 然后我不懂 我就觉得 哇 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 我的 我看了 然后我就 能够了解 为什么 那时候 我的老师 我的副校长跟我讲 我缺少爱 然后我透了这个影片 我就 原来原来就是这样 Royston 版 然后 就是国外的 就比较多 就是 M. Night Shyamalan 还有 James Wan 然后 M. Night Shyamalan 是 Six Sense Six Sense 他们的 他的故事 然后 James Wan 就是那些他拍恐怖片的 然后还有最近 最新的就是Aquaman Aquaman 对 我比较把他们 放作柔模的 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 然后他们可以 做到Hollywood 你觉不觉得你现在 即使已经是出来拍摄 然后同时也在读书了以后 这一路上想要帮你的人 还是很多的 一路来 我感觉是 我很幸运吧 应该是幸运 然后很多人在默默地推我 支持我 帮我 然后 我是希望我 不要让他们失望 我真的很欣赏你做这行业 真的 因为我觉得说 过来不容易吧 对吗 我觉得走的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人家是先受训练了以后 然后出来是后面闯 这行的 对 可是你是先闯荡了一段时间后 现在终于有机会 进入这个教育体系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制片人 我本身我现在想要第一就是用这三年在La Salle读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breakthrough 就是我的短片可以在好像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被提名 像Cairns这些 or Sundance这些 然后 将来我是希望我可以 当然可以拍电影 然后我是希望可以拍 一样咯就是 就是关于社会的一些情节 就很像韩国的那个Parasite 它的电影是 Aupper Class and Low Class的一些 对 也拿到Oscar Award嘛 对不对 我还是想要记住我的根源 就是我为什么开始拍拍戏 我觉得做艺术的啦 art film也是在art 唱歌演戏都是在art 因为新加坡是已经那么小了 然后 甚至更小 所以你在这个营业 我觉得 是辛苦啦 是 你真的要 呃 刷歌出啦 但 大多数人家选这个营业 是 他们很判断啦 所以 他们的兴趣 如果他们真正想要赚钱 他们就不可能会选这个营业 我觉得啦 我觉得 他们可以去读 Essential like medicine I don't know like law这些 但我本身我选这个营业 是因为我真的很判断 你准备挑一条这么苦的路来走 你觉得 你觉得你爸爸会怎么说 我爸爸 我不懂 因为before他去世 就是五年前他去世 他就跟我讲 无论做什么 你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对 然后 因为他的这一句话 我觉得 无论我做什么 我都要做到最好 经济两年 然后 我不懂他 我不懂他有看到我吗 但 比起以前我真的是 变好很多吧 我经历一模一样 我觉得 变好 甚至我感受我这样子听了 我觉得很像回想到我以前这样 我以前我父亲还没过世之前 当我转机的念一刹 他也是跟我说了类似的话 就是说 做好事做好人这样子 而且做什么东西都要尽心经历这样子 我刚刚讲要脚踏实地 是 我很小的时候 六七岁这样 我有陪他去NKM这些牺牲 到了我长大 去玩了之后 就没有陪他牺牲这些 然后我就觉得 我好像 失去了很多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时间 然后 我知道他一直进出医院 一直有开刀这些 然后也是很辛苦 还要放车袋在他的脚里面 因为阻塞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有一个网上他就在医院 然后 他已经在ICU里面了 然后 那时候我还在读玻璃 然后 我就 我有去医院 可是是那一种 怎样讲啊 不是每天去 直到他很严重 我才每天去 我为什么开始他去的时候 我不想 不是每天去 不是我去玩 是因为我害怕 我不敢去医院 有不好的消息这些 然后 你不敢去面对他 我不敢看 然后 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有那个 做梦 好像 他在医院 然后 我没有去看他 我跟我的父亲比较静 然后 我是觉得我 我现在不懂是我为了他活还是为了我自己活 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 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有一天下午 然后 他突然 他拿出那个 Oxygen Mask 然后他可以跟我讲话 然后就给 normal chat 然后往上 我在医院之后 他的整个 transformation 都变了 他的头是那种 往下面 脚是往上面的 然后被绑在 bed 然后带回那个 oxygen 然后 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 为什么这样 下午跟现在 好像那个 difference 有一点不一样 他讲 还是要学进入那个浪 然后讲 好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不对劲 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就跟他讲 我心里的所有话了 我就跟他讲 我知道我今年十九岁 然后 你还是不放心我 这些 可是我要你放心 因为 我 我我我我我我 我会 然后 就是 为你骄傲 就是就是 就是要做就是做到最好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来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我讲错话了 我跟他讲 如果你累了 你休息先 然后回家 然后医院就打给我 叫我的 family 整个下来 我就过去 然后就 他就有一个眼泪掉 然后我的婆婆 father side of brother 叫我 用那个盖那个 我不敢动 我在那边抖 我一直哭 我在那边抖抖抖抖哭 我不敢做东西 我就是不敢 就是因为那个 impact 那个 trauma 到现在 我就有优异症了 来 我想要 有一次我想要跳楼了 因为我觉得 我玩也玩够了 坏也坏够了 爸爸也走了 我觉得来 那时候我十 十九要二十岁了 可能很很很很幼稚 很一马车 我就站在我的家的那个 window 然后就看下去 想要跳楼了 然后 不懂耶 有一个 flashback 我的 father的手被绑在病床上 然后他 想要活 然后就跟我自己讲 他生病 然后一直想要出院 想要活 然后我又 完全不错 我想要死 但是如果我爸爸看到了 好像有一点 失败了 所以我就 哎呀 一定不要了 然后为什么不 我继续做电影 但是这个时候 我希望我的电影 可以变化更多 意义的社会 信息 我有拍我一个 短片 关于父母的 就是 一生失败了 父母 我也演在里面 我也是放在我 社交平台 这些都有拍 就是 这些电影就是 让我以后想起 我这些的经验 你的生活旅程 对不对 你的生活旅程 对 可是你的这些过程 可能将来都会是 你制片的能量 当你在 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有办法 比别人更加细腻地叙述 这整个过程 所以我就是希望 我可以用我这些的 经验去拍一个 比较实现实的短片 所以因为就是这样 我大多数的短片 都是很感情的 如果制作了 以爸爸为故事题材的电影 能够抚平创商 所遗留下来的伤疤 那会是一件 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具名希望 很快能够整理好自己 继续秉持着 不屈不挠的精神 制作出更多 探讨社会议题的影片 为混乱的社会 注入正能量 成为本地电影界里的 一股清流 祝福你 加油 祝福你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租 继续租